會有人假借我們公司 在要我們的稅務資料 他馬上電話過來 不好意思啦 你是我們啦 Toys啦 Toys的意思是說齁 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 偽造我們公司員工師們 去要我們公司的資料 你開直播嘛 你不是很高興的 你交代啊 你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 你怎麼搞的嘛 因為我們要賣便當嘛 我們要求一切合法嘛 所以我們就致電了國稅局 全部都申請好了 沒問題 國稅局說這樣稅務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賣 後來我們又打過去 那個國稅局的小姐 這全部都有錄音 但是我們不放 因為這是法庭證供 然後之後國稅局我們也聯絡好了 他會出來幫我們出庭作證 我說有人假借我們公司 他直接去假借我們公司的名義 他要我們的稅務資料 分稅局資料 我昨天晚上 一講 TOYS的經紀人 馬上打電話給我的經紀人 馬上並承認 是他們打的 希望可以不要告他 TOYS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惡劣的人啊 你真的是詐欺欸 你真的是詐欺欸 不是要詐丁特 還用偽造 偽造人家的身份 偽造我們公司員工的身份 去要我們公司的資料 請問這到底是 什麼樣的世界 什麼樣的為人 你們是詐欺集團嗎 台灣人看到了嗎 這就是你們原料一個 賣販毒的詐欺的 你認為他會改 他用這種方式 假冒人家身份 跟國稅局要我們的資料 我證據就在這裡了啦 我錄音檔要到法院放的啦 各位 他要弄我的便當店 他為什麼做這樣的行為 大家想像一下 他就是要搞死我 搞我的便當店 搞我的保健品 所以昨天晚上我說 來 我報警 來我看你後面是誰 他馬上電話過來 不好意思啦 是我們啦 Toys啦 Toys的意思是說 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啦 看能不能巧 可以 你要救你員工嘛 是你叫他去做的嗎 還是怎麼樣嘛 你出來跟社會大眾講清楚 是你指使這件事情 什麼樣的沒關係 這件事情可以說 但是產品 垃圾產品 什麼貼牌產品 不好意思 這個沒辦法跟你說 喔 還在前面要陳自然87 沒關係 要搞就整盤都來 你整直播嘛 你不是很高興的 你交代啊 你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 我看你怎麼好嘛 我很好奇耶 我動作也很好奇耶 你看你怎麼好嘛 你怎麼樣指揮這些 你的幫眾 你的這個 我們可以講嘛 這個跟黑道沒兩樣 怎麼指揮你的幫眾 去做這些違法犯規的事情 你的原因是為什麼 你的出發點是為什麼 你的出發點是為什麼 你後面想要幹什麼 為什麼要我們之料 為什麼訪罵我們的人 你是怎麼交代下面做事的 讓我們聽聽看